六一Financial 6月6日讯 造传商Ostel周二回应媒体猜测称 其正在考虑与有意将该公司私有化的收购方谈判 据媒体报道 几家专门从事国防工业的北美投资基金 正围绕澳大利亚展开投资 希望利用澳大利亚 美国和英国之间的AUKUS房屋协议带来的机会 除了摩根大通 Ostel还聘请了总部位于珀斯的企业咨询公司Pointan Storino来考虑自己的选择 对此,Ostel表示其定期与潜在的合作伙伴 讨论为股东创造价值的战略举措 虽然可能会经常进行讨论 但不确定最终结果 Ostel将根据其持续披露义务向股东通报情况 Ostel从事高性能船舶的设计、制造和维护 该公司是国防承包商和海市技术合作伙伴 为世界各地的运营商设计、建造国防和商业船舶 具体包括客运渡轮、车辆客运渡轮、近海和风电厂船舶 并且开发和集成了船舶控制和信息管理系统 该公司业务分布在美国和大洋洲 美国业务为美国海军制造高性能的履制防御舰艇 并向美国海军提供这些高性能船的培训 以及持续的支持和维护